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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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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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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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不要少爺愛了 不要啊,不要啊 他身上有點暖的 太冠人了,兒子終於死了,不要啊 真是怨孽 代愛,你多等一會兒才做 陸良,事情都已成過去了 你聽憑尼說一句不中聽的話 這個不是你的兒子 其實是你前世的冤家 他是來找你拿債的 士師傅,你為什麼這麼說 佛家陀螺經上面有一個故事是這麼說的 天啊,我這次已經是第三次生兒子了 為什麼每次都養不到兩歲 他就要病死了 我到底做錯了什麼事 你要這樣折磨我 死人,你不要再哭了 你抱著這個並不是你的兒子 他是你前世的冤家 為什麼你會在天上降下來的 你一定是神仙來救我的兒子了,是不是 我是天上的觀音 偶然路過,見到你哭得這麼淒涼 心中不忍,特地來點化你的 你三次生產都是跟一個冤家投胎 他本來是要來殺你的 這麼小的兒子,他怎麼會殺我 我不相信 你不相信的話,我讓你自己看看 為什麼我的兒子會變成一個這麼恐怖的野叉鬼 你給我前世有手,我被你害死了 我這麼深本來想向你報仇 我只能當你兒子,誰知道你每天讀佛丁心 妥羅經 有善神守護,我只殺你不到 今天等到觀音大使點化 我不再害你了 夜叉鬼,你去吧 陸兩,正所謂無仇不成父子 所以憑尼說,這個可能是你的仇家 幸好你聽憑尼說 捐一千五百卷佛丁心陀螺經濟世 他害不了你,就唯有回去 下次再生兒女,才真是你的兒女黎雅 真的? 出家人不說謊 你和西門大官人都這麼年輕 翌日必須生回肥肥白白的兒子 老娘,如意有一件事,想向老娘品報的 為何又輪到你哭 盧娘, 這次少爺死了 是如意無福 只怕日後, 老爺要趕我出去 我又無親無故 老公又去了當兵 我也不知道怎麼生活 如意, 你放心吧 兒子死了, 我還沒死 就算日後連我都死了 我都不會被人賣你的 日後, 你大娘如果生了少爺或小姐 你就可以繼續做奶媽了 謝謝老娘, 少姑 好了, 好了, 快點起來 不要跪在這裡, 你不要哭了 見到你哭, 我又想哭了 盈春, 有人敲門了 盈春, 如意, 去開門吧 一個一個都不知道去了哪裡 我自己又不舒服 誰啊, 我又沒有鎖門 娘子, 是我啊 你看看我帶了誰來找你 湘公, 你怎麼會抱著我的兒子 娘子, 你的兒子原本是我帶他走的 他當然是跟我一起了 以前的恩恩遠遠都算了 不如你下來跟我們住吧 等我找出新屋, 一家三口生活 不是很好 我… 我真的很想念兒子的 但是… 但是什麼 你還是不捨得西門興的賤人 湘公, 我兒子也跟他生了 我… 我我還一片好心, 沒有嫌棄你 你竟然說不捨得他 湘公, 你給我兒子抱一下 賤人, 走開 兒子… 肥子… 鹿娘… 鹿娘, 你不用怕, 只是發夢 不用怕 原來又是發夢 我離邊兒就是做錯了一件事 累死了自己的兒子 也算是報應, 報應 鹿娘… 鹿娘, 你不要哭了 喝醫官的藥都煲好了 我拿進來給你喝吧 你扶我去解手吧 知道, 小心啊, 鹿娘 舍春, 你去拿藥 我坐一會兒自己會起來的 那你小心點, 鹿娘 鹿娘, 鹿娘, 你沒事吧 有沒有跌倒 沒有, 沒事 只是覺得眼前一刻 想叫你扶我也叫不及 奶媽…鹿娘流很多血了 你快點通知大娘她們吧 冰兒, 好地地怎麼會跌倒 一個一個丫頭到底在哪裡 沒有人扶著你嗎 不關他們的事啊, 大官人 我方才睡醒覺, 想我去解手 坐上馬桶裡, 誰知就慢那麼流血 然後眼前一刻, 想開聲叫人也叫不及 要不是羞春扶著我, 誰知撞到頭 唉, 淫醫官的藥吃了這麼久了 一點起色都沒有 不如換個另外一個大夫幫你看, 好不好 好, 你幫我拿主意吧 盈露兒, 我家裡有事 今天不可以跟你出去 大哥有事, 小弟應該跟你分幼的 不知道是什麼事啊, 大哥 就是陸兩了 唉, 自從兒子去了之後 他的病情就越來越沉重 嗯 任醫官開了很多劑藥給他吃 一點效用都沒有 於是, 我又改請胡太醫試一下 喝了一劑, 血流得更多 哦, 今天韓道國說城門外有位叫趙龍江 是專門在虎科的 我已經叫人去, 請他來的了 所以今天不可以扶你們的約會了 哦, 嫂嫂身子要緊啊 大哥, 你這樣若石亂頭都不是辦法的 說到大夫, 我認識一個何老人 以前是名醫來的 哦, 近十年都沒有體診的了 他兒子何其軒 如今在東京做御醫的 哦, 我看不如找他來看看 我想也不錯的 是啊, 是啊, 你說起我又記得 何老人的名字 我以前都好像聽我爹說過的 是啊 那就一於找他來幫忙 雜思廣益都好一點啊, 對吧 夠人如夠火, 我立刻就幫大哥去請他來 不不不不, 等等 方才叫了人去請趙龍江 哦, 如今立刻又請何老人來 這樣似乎不太好 不如這樣吧 等趙龍江先看了 然後再請何老人看, 行不行呢 大哥, 算我說就不是了 不如先請了何老人來先 再等趙龍江到, 兩個人一起商量一下 這樣才叫做雜思廣益 夠人要緊, 不能計得那麼多 那你也說得有道理的 好吧, 那我叫代安和你去一趟 大哥放心, 兩個時辰之內一定請到 是啊, 那你速去速回吧 好啊 何老伯, 如果不是事關緊急呢 我都不敢勞煩你老人家來的 哎, 世侄, 你怎麼這麼說啊 我和你爹呢, 亦算都是故交 是, 是, 是 況且, 你知道了, 醫病救人 是做大夫的職責來的嘛 哦, 你老人家認為西門夫人的病情怎麼樣呢 哦, 這位娘子是因為房事過路而起 可能因為月事來臨之事行方 損了血管 然後呢, 就遇到心煩事情的時候 氣與血相薄, 則血如崩 這個呢, 就是崩血之責來的 不知道老夫說得對不對嗎 對呀, 老先生果然是神仙一樣 小翠真的有這個病的 但是, 不知道怎麼治才可以治好呢 這樣啊, 照老夫看來就 爹, 趙太醫來了 哦, 快請, 快請 這位趙太醫是什麼人啊 哦, 是我其中一個伙計介紹的 麻煩你老人家稍等片刻 他看了之後, 兩位一起斟酌怎麼用藥好嗎 哦, 這位一定是西門大官人 哦, 是, 是, 趙太醫又來了 在下正事, 在下以醫為業 家祖乃太醫院半官 家父充任與虎良醫 祖傳三代皆集醫術 知問無醫書不讀 風虛寒熱之靜候 一纜無語, 懸紅孔石之墨利 莫不通曉 哎, 先生, 不如跟病人沉默事 也得 嗯, 夫人此病, 若非傷悍, 就是雜症 不是啊 若非產後, 還是胎前 都不是啊, 麻煩先生, 你再斷, 好嗎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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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夫人臉色這麼黃 多數都是疲虛蝕瀉 再不, 一定就是經髓不調 老實對你說, 小嫡呢, 卻是因為月水不止 所以身体消瘦 若先生有什么急方妙药可解的 我一定重重酬借的 我都说的了 果然是精髓失调 你放心 小人有药 请问先生 此症又何来 照小人看 只是精髓淋来 应该用何药物 很容易的 甘草甘碎雨降沙 泥炉巴豆雨圆花 姜搓条着生半下 烏头杏仁加添麻 从蜜和丸子一渣 清晨用烧酒送下 那下的药恐怕太狠毒 怎么知道的 自古毒药 苦口皆利于病也 怕什么 先生辛苦了 这里有一两银 是车马费 请便 请便 不不不 你不送我出去的 我说你是太医 走了 你自己 这个人简直不学无术 比我应老耳更厉害 好 又回来 今天欣赏这一回 都很多东西听了 说到这个劳胜 就在这个整个金瓶梅 这本小说播音剧里面 大家很容易察觉到 第一种劳胜 就是金瓶梅 描写那一群 傍友 这就是应白着的十兄弟 花子去 这些人全部贪饮贪食 他要依附着一个恶身 除了他饮饮食 吃不需要此之外 他还是一个权力的医品 他可以出去 胡假虎威 收不到烂账 就找应白着 在西门大人面前说两句 可能全部由屈变成职 所以这帮奴才 就是看着一个权力 和看着一些物质 去做 另外一种奴才 就是他那群伯仁 这群伯仁的奴性 比较奇怪 这群伯仁 在整个生活里面 他无法只找到一条出路 就是他不能够 依赖他自己的工作能力 去外面找一餐半餐 他只能够 每个人寄生于西门庆的家里面 这个奇怪 跟现代社会不同 现代社会就是 东家不打打西家 古代这样的社会 这个奴 这些皮 是会 那么自金堕落 死都要寄生于这样的 富贵人家 权贵之家 现代社会 我想是一个 发达的商业社会 有企业 自必有市场竞争 所以打工仔可以 视乎市场需要 东家不打打西家 炒老板牛肉 这个是经济繁力的时候 不是现在 当时 在金平梅 那个中国社会里面 是一种地主庄园的社会形态 所谓地主庄园的社会形态 就是以土地为权力之来源 这帮家丁也好 奴婢也好 很多是在那些乡下里卖进来 给了钱的 几两人打发了进去 是一个终身合约制 而且那时候的社会形态里面 既然连性女人都是财产 那何况家丁奴婢呢 所以家丁奴婢 必定依附着大家族轻衰而生存 所以在中国的姓氏里面 很多时候家丁博人是没有性的 他的性就跟着他 你是吵家的 要是你是吵什么 这个你要看瑜伽精神 瑜伽文化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掌有尊卑定必有罪 在良性方面的表现 就是忠君爱国 就是那个仆人对于主人的那份 loyalty 就是那个忠诚 但是在恶性方面来看 就是好像金瓶园里面的人渣 他们损失了自己的人格 自贬人格 没有了尊严 还去损害人臂的人格 今天时间所限 刘天词和陶杰和各位 赶紧再会 拜拜 金瓶梅第22回 陶杰柳天慈主持 姚秀玲监制 陈七篇剧 并且有洪两石 朱万子 盧尹延 郑啟明 陈七篇 屈卫国 黄雅文 柳雪明 蔡浩良 陈炳球 曾月娥等联合播出 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